友情提示 这是一段风存已久的视频 心里承受能力差的人请谨慎观看 据这位名叫田中惠美的知情者说 那天他和两位干哥哥正在海边钓鱼 然而就在他们钓着钓着 发现远处的山坡的石壁上趴着一群球状生物 走近一看还能听到他们打呼噜 场面很是诡异 就在几人商讨着要不要抓一只回去炖汤喝 突然那些生物好像受到惊吓 赶忙逃走了 几人迅速追了上去 但这些生物的移动速度实在太快了 几人在山坡上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这时有个人说他们会不会跑到了海里 果然 当他们朝海边一看 发现岸边竟然真的有一只 就是不知道这一只为什么不跑 几人兴奋地连忙跑到山下 那生物件有人过来 立刻向后退了退 但行动非常迟缓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怀孕了 这时有人拿棍子朝他戳了戳 抠抠弹弹的就像果冻一样 为了看清这生物的全部面貌 他们将这生物从底部翻转过来 映入眼帘的 是一张类似章鱼的巨大吸盘 中间的位置应该就是他的嘴巴 看着那张大嘴不断地蠕动 男人忍不住地将棍子戳了进去 生物大口地舔是棍子 看来他现在非常的饥渴 另外一个男人健壮 从包里拿出来一瓶可乐 将一整瓶可乐 全部从那生物的嘴里灌了进去 原本他们也是好心 但没想到可乐倒下去之后 那生物竟然一动不动 几人以为他死了 连忙凑近一看 可突然 那生物从嘴里喷出充满腥臭味的液体 几人被逼得连连后退 紧接着那生物直接自爆 肉块见得到处都是 两个离得近的男人当场去世 牛逼